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小官 這又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但要改變口袋 請你先改變腦袋 但今天改變什麼腦袋呢 要來告訴你現在房地產界最夯的 就是小宅 小宅可以買嗎 小宅有陷阱嗎 哪裡的小宅可以買 同時在建議高四年市 今天銀行公布了 好多人的信用卡都是僵屍卡 僵屍卡的數量之多 超乎你我的想像 相信觀眾朋友你一定也有 辦了之後好久沒有用的卡 僵屍卡對我們有什麼壞處 又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都知道刷卡可以累積點數 但有沒有不消費不刷卡 也可以賺錢的方法呢 還要來告訴你們市 新台幣在今天再度的出現了 觸及30.3 最近新台幣好強喔 怎麼存新台幣最聰明 新台幣聰明存錢數 等會為你來揭秘 好 我們趕快來接到 在今天來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5比5總經理葉國華 大家好 新聞卡達人寶可夢 大家好 要請到財經專家賴先生先生哥 觀眾朋友 大家好 大人大財經系副教授段昌文 大家好 要請到財經專家謝晨諺 大家好 黑心投資客帥過頭 大家好 帥過頭你也會卡住 好 我們趕快來看今天的 最新新聞談到了房市春天 春天真的來了嗎 春天來了 十月份六都房屋交易量 比去年成長了超過三成 終於聞到春天的味道了 到底什麼產品最夯呢 六都最夯的是小宅 房市未來有四變化 哪四變化等會再來告訴你 但是小宅真的很夯啊 對啊 曾幾何時 原來是豪宅當道 經過這幾年之後呢 變成小宅當道 變成小宅當道 所以現在 小宅不見的是套房喔 不見 現在小宅大部分都是規劃兩房 兩房甚至二加一房喔 然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哇 好厲害啊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對 而且都是知名建商請 非常高竿的設計師設計的 所以讓每個人去看了之後 非常心動 但是心動裡有沒有陷阱 能不能來告訴你 接下來這邊現場 瓜哥先幫我們來看 小宅到底有多好 我們來看數字 我們來看看喔 在這種房價高高齡化少子化 全台大部分年輕人 為什麼去買小宅 因為真的總價太高買不起啦 可是呢 沒有人要生那麼多小孩啦 所以也不用買那麼大房子啦 對 因為現在年輕人 不管是兩個人啊 或者不生啊 所以他不需要買太大啊 所以小啊 可是前幾年 根本就沒有這種房子給他買 然後現在房子越租越貴 當然要買啦 那既然要買呢 我們再看看 真的這個小宅 到底有沒有佔我們市場的一個成交比例的變化 各位我們看看喔 從2009年喔 2010年一直到2019年 我們來看看喔 小宅的25坪以下的這種成交的比例呢 從22.9%逐步上升喔 這幾年沒什麼變化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從2014年開始 2015年開始喔 明顯的往上攀升 交易量將近四成 接著來到2016的39.1 來到2017的38.7 去年正式突破四成了 四成 市場交易量四成都是小宅耶 沒有錯 是真的喔 所有的成交量把它統計下來以後 25坪以下的小宅 佔四成以上的成交量 你說哪個建商不瘋狂啊 好 所以這麼瘋狂的買器裡頭 有沒有藏著陷阱 該怎麼投資小宅 怎麼買小宅 才會買得對 買得不吃虧呢 現在喔 市場上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過去買套房的經驗就是 低總價 高單價 沒有錯 今天是大家都知道 五百 五百看起來好像不管 但是一除下去 每坪單價比周邊的一般的三房 還高了5% 10% 好 這你知道 我也知道 來講你不知道 來 現在市面上流行一種銷售手法 叫做保證收租扣抵房價 賺租又划算 保證收租扣抵房價 賺租又划算是什麼意思 所以買這個房子 你會不會更有信心呢 我不一定去住 但是他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住 當投資都很好 你想說不住還可以投資這麼好 到底是怎麼樣 好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建商開價700萬 第一價落到500萬 那是我們落地點裡面討論 就是說我是建商 你是代銷 你怎麼辦三個月賣不掉 到底怎麼辦 這個要怎麼辦 他說真的 買方出價都月略出在500萬左右 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降到500萬賣不掉 我是建商 你叫我落到500萬 你是怎麼樣 你要幫我請 不可能 於是乎想辦法 娟姐想辦法 包裝 所以這個代銷就很厲害 要把它包裝 包裝什麼 先不要講 首先把開價從700降到650萬 這樣是不是落50萬 對不對 我市場就有降價了 第二個 我還告訴你保證收租100 意思是什麼 三年內你等於是 又從650少了100萬 而且 三年收租100 一般買方就會想 哇 那不錯 那平均你想想看 平均一年是三十幾萬 一個月兩萬八 兩萬八 不錯耶 兩萬八 對 最近家裡才做到兩萬八 我的成本 他們會把它扣掉100嗎 是 550 550 平均每個月可以收兩萬八 這個投報很高 怎麼賣不賣 對 非常可以 所以 就問說 其他都沒有想 這麼好真的不錯 然後真的就去買了 確實這樣子會帶起 很高的銷售量 其實我們講這個案例 有沒有隱約的發現 許多海外的案件 也是這樣子在包裝 也是這樣子在包裝 因為你被投租金報酬率 給吸引過去了 用高租金報酬率來包裝 對 結果三年過去了 發現說 怎麼都沒人租 因為這在南部 那他不是保證收租嗎 三年後 三年後 過了三年後 三年後 誰幫你租 誰跟你保證收租 你真的拿到市場去租的話 你想想看 這樣的平均一個月 在南部要租兩萬八 所以你就會想 那可是建商為什麼租得掉 我租不掉呢 建商也不見得租得掉 這一百萬是拿你的錢 付給你的嗎 你給他六百五 他本來只能賣五百五 我先給你收一百 之後呢 再一年三十幾萬 一年三十幾萬 一年三十幾萬 那是你的錢 我拿你的錢 給你有沒有租掉 已經不是重點了 如果有租掉 建商又多少錢 對啊 你真的太聰明了 所以你這種不能常常跟你說 但是不是很多觀眾知道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事實上那一百萬 就是自己的錢拿出來 先付給建商 建商分三年還給你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說 既然建商租得掉 我也租得掉 不見得 沒有錯 所以最後賣不掉以後 最後真的三年過去了 哇 他就決定要賣了 真的要賣 因為拿手套沒用 又租不掉了 一百萬 四百八 四百八再加上 你拿回來的一百萬 是不是五百八 不好意思 人家當初 你是六百五 差七十萬 你撩七十萬 好 不只撩七十萬 還撩房屋稅 低價稅 仲介費 管理費 離離口口 甚至貸款利息 沒有錯 絕對不是只有虧七十萬 第二個迷思 叫做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現在最流行的行銷手法就是 二十坪隔兩房 或二加一房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這種小宅 它到底會有什麼樣的陷阱 他小宅的陷阱是這樣 你要注意到他的公設 因為公設很 你要看到40%你就要注意 因為我們以前買平面車位是十坪 十坪 十坪 十坪應該比較沒有這個爛招數 十坪 一個車位一百萬 現在登陸成五坪 也是賣你一百萬 為什麼 你有車位一個一個算個 但是他把中間走到的五坪 放在黃子當公設 黃子本來是50坪 現在變成55坪 你要舉小宅做例子 小宅就20坪了 所以本來是20坪就變25坪了 但這五坪其實是有車道的 對 那是車道 他會這樣 那他的目的是 他的目的是 把黃子吸胖 他本來賣50坪變成55坪 因為當坪數放在車位 沒有 單坪的價格不可能那麼高 對 坪數放在車位的時候 通常車位如果是10坪 車位賣150萬好了 一坪是15萬 可是當這個坪數放在房子 車位還是150 車位還是賣150 但是青菜一百毛三四十萬 六十萬都有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 民國82年 盧州的大喜社區的火災 死了16個人 受傷68個人 從此8樓以上要兩個逃生梯 8樓以上才要 對 那你基地小的時候 這一個逃生梯 逃生梯有固定大小 這個逃生梯你就負擔很重 假設你這一個樓層是240坪 你也是兩個逃生梯 你是2400坪 你也是兩個逃生梯 是 你60坪也是兩個逃生梯 那公設就大了 所以大部分小宅 如果他基地不大 一般都是基地不大 蓋小宅 但如果基地不大 蓋小宅 小宅經常會因為基地不大 而承擔較高的公設品 它可以差到多少 它可以到達40% 我們正常的房子是28到33 那就差10% 還有一件事情 10坪差1坪 20坪差2坪 你現在台北市動輒六七十萬 兩坪就差一兩百萬 對 還有要特別注意到公共設施 我以前我當主委的180 180戶來講 健身房永遠只有一個人在用 180一個人在用 所以你買房子不要看健身房 因為你不會去 那個游泳池呢 10年來只有兩個人在游 你也不用買游泳池 所以你不要看那個很好 還有一個景觀第一排不要買 景觀第一排 對 我當時就看新電視 為什麼 還有陽光公園 好好喔 當時代銷的時候 我足足看了半小時 不是 我完工了以後 我足足看半小時 從此以後 我晚上回家都10點 然後景觀第一排代表 早上6點的時候 你的陽光比 因為前面無檔 你陽光比別人強一倍 所以你整天都是窗裡 用最後的 然後你永遠沒有去看景觀 10年沒有去看景觀 你住景觀第一排幹什麼 又比較貴 你只有在代銷那一次會看 有view就有view 是啊 我代銷那一次有 不是 我完工那一次 我要買的時候我有看 從此10年沒有看 因為我晚上回到10點 早上很 光線很強 不是每一個人都三個 大家都這樣 因為光線很強 你沒有想到 因為前面無檔 它的光線是別人強一倍 你不會 你看起來是 你看起來景觀很好 但是光線很強 你要戴墨鏡看景觀吧 好 所以憲哥 現在確實有很多小基地 然後他們蓋小宅 對 但最後變成了鳥籠建築 你要買小宅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除了說你到現場去看以外 銀行有時候還不帶 我們過去常常講說三小不帶 三小不帶 第一個 平數太小 比如說10點以下 第二個 總金額太小 因為你總金額太小 我銀行就麻煩 第三個 你年紀太小 比如說像阿冠你22歲 才賺2萬塊2萬塊 我都很怕你走 你知道 但是現在有些小宅 我是中間的人 我來買我不怕 我信用好 問題是那種小宅 叫鳥籠小宅 就我們談話說 分焦毒 你看好野人的分焦毒 多大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在伊通街 到底19.5坪 19.5坪就起床 到底19.5坪 我到底起床 起6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19.5坪 這是當時在蓋的現場 對 伊通街那邊 都是老舊房子 那老舊房子 大部分都改建 19.5坪 我跟你說 那個正門的寬度 兩台機車 然後深度 就是三台汽車的深度 你知道這樣多少 一層一戶 六千六坪 一百八十二萬到八十五萬 一層一戶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每一戶 基地面積才19.5坪 那室內一定低於19.5坪 當然 因為你公社 不要說多少 你還有公社啊 你還有電梯啊 你最簡單 公社33%就好了 你19.5 你讓你用室的 你把它撐到65 換多少 我跟你說 如果一層一戶不可能 你只有33% 對啊 好 你當作33% 你就每行都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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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到這樣會黏不黏 和那整個青蛙都黏 我跟你說 絕對不會 因為你19.5坪 2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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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撐到多少 只有12坪而已 所以一戶不撐到12坪 12坪來 你看你要怎麼撐 就是這樣而已 一坪 82萬到85萬 沒想 不是18萬 所以這就是真的 那個小宅 這個基地太小 要特別留意 小宅經常會有 基地太小的問題 但是它的地點都很好 不過我們剛剛也談到 麻雀雖小 五臟巨窮 我們最常聽到的廣告詞就是 20坪隔2加1房 那怎麼隔 那好開心喔 我們就開始了 好開心啊 我們就來去看那個預售屋 終於可以圓夢了 對啊 20坪可以隔2加1房 超開心的 結果我們就去了那個預售 個案的現場看對不對 然後小姐說 看到你們兩個 手牽手進來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樣品屋 這個是我們的設計 妳喜不喜歡 喜歡啊 那妳先看幾坪呢 先帶妳去看那245坪的 因為很好隔 245坪要多少錢 一坪如果60萬的話 那就1500萬了 不行 我們沒有那麼高的預算 沒關係 妳先看一下我們的格式 我們這樣的設計 喜歡嗎 喜歡 喜歡對不對 我們坐下來 來 我們來看19坪 隔2加1房的感覺 那19比1000萬買得到嗎 差不多啊 19乘以60啊 差不多就是1200啊 稍微價錢 談一下還有機會嘛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圖好了 各位 那這裡頭有問題嗎 這個就是示意圖 因為這個都是擺模型啊 這些都是模型 你到時候有可能床會碰到 對 沒有… 妳現在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的意思說 妳會有誤會喔 因為妳覺得都有嘛 可是妳錯了 這是小孩子玩得家家酒 這都是玩具模型耶 這樣理解嗎 所以那是尺寸的問題 尺寸的問題 我們來看 然後回到這個所謂的 真正的室內設計圖的時候 妳看到她的入口是這樣進來 對不對 是不是也是兩房 老公好大 妳看都有衣櫥 都有衣櫥 這還有主貨室 有廁所 還有客廳 還有衣櫥的 這邊還有一個單人房 老公 我們如果這樣隔 這等於是三房耶 對 這幾坪啊 這個當然是二加一房 至少24坪以上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房子哪裡出問題 我們簡單講 沒有問題啊 看起來不錯 請問各位 這是不是黑黑的 這裡是不是黑黑的 各位知道這是什麼嗎 柱子 這是柱子 那兩根柱子中間的上面 就像這樣子 當然就是橫樑啊 所以這個橫樑 會從這裡直接灌到這裡 你這個面穿哪有可能 放在樑下面啊 你不可能睡在樑下面這樣躺 所以你一定要出來對不對 當你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就通到衣櫥了 請問這個衣�怎麼用啊 所以這個實際上 它就是一個謬誤 可是你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它已經把 樑柱會擋到的地方 完全把它推進去 這就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一般 我們搞不清楚 我們再來看看 娟姐你後面的這張圖 更離譜了 這樣更離譜了嗎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專家看很離譜 從這邊進門 對 從這邊進門 客廳在這裡 這是客廳 餐廳在這裡 好來 這是一個房間 雙人房 對 它是一個房間 那是套房喔 有浴室的 好 這也是一個雙人房 浴室在外面 公共浴室 這邊還有一個雙人房 所以 一二三 三房 一個客廳 雙位 讚啊 陽台不小耶 有沒有超開心 有 超開心對不對 有二十幾坪嗎 對 二十幾坪的房子 它規劃這樣 很開心對不對 不好意思 各位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一張 你有沒有看到地板上 一些方形的線有沒有 有 這意思是說 這就是八十公分的方塊 那個石英磚 八十乘八十 八十乘八十 所以你可以看出 比如像這個床對不對 一塊石英磚 兩塊石英磚 對不對 八十八十是一百六 所以它多了一點 是不是一百八一百九 是 你可以算出它長度對不對 我請問你 再回頭來看這裡 你知道這個床 有多長嗎 不知道 下面有沒有任何的石英磚 來讓你來做比例 沒有對不對 沒有 這人厲害 住在這裡 美角在這裡 為什麼呢 這間房子 明明就是三十五邊的房子 假的 但是它把它實際的圖 直接縮小 變成是二十五坪 各位理解嗎 本來是三十五坪應該這麼大 它直接把它縮小 直接把它縮小成七十百六十百的概念 對 那你就覺得床也都放得下 你把它打下去 你二十坪縮小 還有床會變小嗎 怎麼可能變小 所以這個床 根本就放不下去 所以其實很多小宅的設計圖 它是用大宅的設計規劃去縮小版 我不能說所有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明明就不讓你做這個尺寸的比對 它就是這樣的一個陷阱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帥過頭 這個你要把它拍照 你要把它量起來 叫代銷簽名 還有每一個圖 你要把它拍照 把它量起來 叫代銷簽名 你說的是在樣品屋的時候嗎 對 所以我們去樣品屋還帶尺去量 這你就奧客啊 什麼讓你當我量 真的奧客 代銷自己不是老闆 代銷一定會簽名 那因為 所以你說我牛料 讓他在那個廣告的 不是 你一張紙 對 量完了以後 代銷簽名 百分之百會簽名 我自己就是代銷的老闆 我到今天都是 那你有碰過這種奧客嗎 當然賣它 因為我根本就 我根本就從來沒有運過DM 我都是用那個建築圖在賣的 就是剛剛那個圖 我都沒有試意圖 試意圖都會幾真值 所以連圖你都不想印啊 不是 我的買方都沒有去現場 那王子 買方如果在現場量完 把它登記下來 他說主臥要有多大長寬 次臥多大長寬 那你簽了名 之後交屋還一量沒有怎麼辦 沒有的話 你去告的時候代銷做證人 代銷一定講就是 當時我跟他在量就是這樣 看是建商老闆出問題 還是代銷老闆出問題 當然啊 員工樂於出賣你啊 你造假 當然樂於出賣你啊 所以代銷一定簽啦 你放心啦 你的潛力不要睡覺啦 好 所以簽了才有保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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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